来说问题也不是特别大 因为Curu是会鳄鱼的 对 问题也不大 虽然Curu之前拿出那场比赛鳄鱼的表现不是特别好 但是至少证明Curu这名选手对这个英雄是有一定熟练度 好 过来 BPV 最近我还是对LNG的BPV比较了解的 这边 萨拉斯先抢 LNG 我感觉西悦尔再加一个 加个什么 加个瑞兹或者加个 加个瑞兹或者 自己来个瑞兹也可以 或者就是一手打野加 西悦尔先拿 是的 这开始说了 因为西悦尔是个英雄一般不一抢 放在外面都是先拿摇摆位的 而且在这场比赛一抢的一个最大原因就是 BLG这边很想要 对吧 真的很想要 金角的西悦尔厉害 胜率又高 而且打得又好 是的 感觉西悦尔这种英雄就 跟金角这名选手的相性很符合 朱妹 朱妹拿了 比利比利看有没有要抢鳄鱼 有没有抢鳄鱼这个说法 因为 Saufen现在拿了朱妹 怎么看怎么这个Plex都想要拿一下什么 当然也有可能是弗兰朵 怎么看都像是一个鳄鱼 但Plex这名选手 我记得没错的话 之前好像是没有使用鳄鱼的数据的 就是没有数据参考的 那也是看一下 必要记得这边 有没有针对LNG一些特殊的情报 没有选择拿 那应该是没有 这里的话是选择了瑞兹 BB也是上中摇摆的 其实这在最近的比赛里面倒是不多见的 BB这个上中摇摆 算是慢慢开始符合版本 是的 LNG在想 拿完鳄鱼 摸一摸下鼻子 摸 这个鳄鱼拿了 感觉对线还可以 但不拿吧 也行 可拿可拿 没有拿 阿卡利 阿卡利也可以打 是的 但阿卡利讲道理 对塞拉斯的情况下 其实对线优势没有那么大 而且他又不好对瑞斯 对 这个阿卡利拿出来是有点 有点奇怪的 不过也有自己 个人选手的一个成分在里面 因为 他可能笃定了这个塞拉斯是走上 是的 这边是把风难给干掉 塞拉斯走上的话 我 我回忆了一下 就之前见过的阿卡利 打塞拉斯 其实 大部分都是塞拉斯在队线 可能有一些优势 像老牛 然后记住这边是把老牛扳掉 新魔这名选手的老牛 也是名声在外 看其实 因为我之前解说LDL的时候 新魔这名选手就在LDL打之间 其实 没见过他全机场老牛 我印象中也可能是我忘记的 这边看BeeBee这首怎么办 我觉得LNG的拿 他是可以试着拿下莫干纳的 是的 这首拿莫干纳会很不错 莫干纳或者拿泰坦都可以 但是他拿泰坦 那BeeBee可能就是个莫干纳 现在就是一个抉择的问题了 泰克 反而BeeBee是觉得 这个阿卡利是走中的 看一下 怎么拿 鳄鱼 鳄鱼要去抓塞拉斯对线了 剩下 但是你拿鳄鱼去抓塞拉斯对线 OK 但是你这个阿卡利怎么打瑞兹 是的 阿卡利打瑞兹真的很难受 BeeBee这里要选 要选威鲁斯吗 选威鲁斯的好处就是 现在要打得非常强 但劣势就是在于自己这个英雄需要保护 要么莫干纳 要么塔姆你必须得选一个 现在这个阵容里面看起来 看起来其实塔姆挺不错的 而且我觉得相对维鲁斯来说 侠还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在面对对方鳄鱼 诸美加卡利的情况下 硬拿个维鲁斯 感觉有点奇怪 最后一手 垂驰 垂驰 这个英雄也是新魔的招牌英雄 亮一下 选泰坦 加里奥 加里奥这个版本 其实没有那么强 主要是9.1 这一轮 把它的那个W技能 有点小缺 削到了AP加成上 如果这首选 这首选加里奥 LNG这个是可以布隆的 他可以布隆或莫干纳 我觉得这两个都可以 是的 而且布隆加莫干纳 弗莱尔猪的体系 团阵中控制有足 布隆加猪 也是双弗莱尔猪的 选莫干纳 就是一个防止对面过来抓自己 是的 感觉还是莫干纳稍好一些 如果说布隆的话 可能在线上的一个前期被压线方面 还是打得比较难受 治疗换点燃了 这是太怕 还要打凶一点 这把的话还是要打偏进攻一些 是的 双方阵容选定就绪 这一场的阵容看起来 逼里逼其实是更好去带线的 LNG他要鳄鱼去抓塞拉斯的线 抓了之后 看中期打架吧 LNG这个阵容中期打架挺厉害的 但是拖到后期可能就没有 哔哩哔的容忍 就没有哔哩哔这么厉害的 但阿卡利和 阿卡利和鳄鱼这两个英雄 拖到后期都不是特别强的 是的 而且哔哩哔哩这个阵容 一旦说来到中期 跟对方进行一个单带的话 LNG这边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 就这几个英雄 其实都算是单带比较舒服的 换了一下 这边要抓吗 感觉有可能是弗兰朵走中 去抓这个塞拉斯 但是其实之前 经常老生长谈的一个问题 就是上单选手走中 或者说中单选手走上 都会遇到一些经验不足的问题 可能凡杆克意识上 没有那么好吧 就是说你平常防止 防杆克可能就是 比如说你中路选手 他要控两边的河道 是的 然后控现在中路 但是上路的话 他和凡杆克和中路不一样 也得看选手自己的一个发挥 确实这一场阵容选下来 发挥空间最大的是这个瑞兹 因为他打哪条线都好打 你没关系 你给我谁 我都靠吧 你给我阿卡利 我先生也可以打包 你给我鳄鱼先生也可以打包 这个就是 怎么说的 因为现在没人选杰斯 杰斯这个英雄 这个版本削弱的时候 出的越来越少 几乎没什么人用 那你要是不选杰斯 你也没什么英雄可以打瑞兹 瑞兹现在有9.1 还是比较厉害 下个版本就用不了 下个版本换不了血 相对来说 阿卡利可能 还是更希望见到瑞兹吧 就打萨拉斯实在是 太难受 而且鳄鱼也愿意见到萨拉斯 是的 那跟做我们 五位共联盟的 梅赛特斯奔驰 A级设计列 一起进入BO3的决胜局 蓝色方BB 红色方LNG 希望观众们能够保持你们这份对老跟店的热情 因为下场23号应该就来了 不是23号 还25号 反正下场就来了 好的 快了 快了快了 看一下双方的站位 这场比赛还是比较保守的 毕竟来到一个BO3的决胜局了 这怎么抓线呢 这如果真要 真要这么应对的话 看一下 开始我以为塞拉斯要去上 这边KI上下要给的 还是比较看好 LNG一些 LNG这中期还是蛮猛 LNG中期应该是可以随便打BB的 但是BB往后拖 LNG就没那么好打 是的 看一下 插个一眼 抓队先 侦测一下对方到底谁打伤 可鳄鱼也不舒服 鳄鱼打死 打瑞兹也不舒服 上来 他哪怕贴到瑞兹 瑞兹定一套 他全部打在余阵身上 也没什么 很难受 感觉LNG这边还是要抓一下的 如果硬这么对线的话 其实 这个BP的优势就荡然无损 来 够 够到个B 因为我觉得最后多少秒不能换 但是BB应该是卡在那个时间点的最后 然后完全换过来 应该是最后20秒钟就不能换了 然后 他在21秒的时候 对 21秒的时候他换过来的 就很有战术 对吧 战术已经从换位置的时候开始了 这边拉到 看一下要打一套 就很难受啊 但一技能再拉过来 再A了一下 那这样的话 这波换血也就差不多了 打了个电刑 是的 而Frandor这边 就比较看他一个 对吧 上路扛压路的一个能力了 塞拉斯这个英雄 其实得看 你戴余震的话 得看你意的准不准 或者你偷大招的话 对面有空也行 因为之前 Tim Laker的那个中单 就是 简黄 杰森 他为之前的教练 就是C9那个教练 嘲笑说 你戴余震干嘛 反正你有意不中人 然后后来发现 他带了一下 他带了一下 带了一下征服者 带了还挺好的 下路这里对平一波 但是血量 是一个辅助方的AD 这波还是 逼逼逼稍微赚 是的 中路 倒也没有显现 特别大的优劣 但上路一开始压线 这边再一勾 看一下新魔 这边血量已经比较低了 但金角 直接踩上来 耗了一下 修罗的血量 这其实是加料的常态 因为这个版本 薛罗他W之后 现在AP加里奥 W才会稍微好一点 是的 AD加里奥已经 不就辅助加里奥 已经没有那么厉害了 就一直勾 勾到就上 这边是挂点燃 回头打一套 但是这个是打在了小段的盾上面 小段这边反手 被倒过勾到 但好在血量还可以 这几波换起换下来 对方的治疗和点燃都已经交过了 而 LNG这边下路组合 还没有交任何的技能 虽然说血量上亏一些 但也可以接受 弗兰索抗压经验丰富 现意识被压塔下 反而压三刀 从这边 FLEX打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下路这边是要强亏限的 而且又是因为一波消耗 所以每次LNG 这回消耗又没什么作用 刀反而是自己拉着一下 扫粉来吃自己的蓝buff 这一波踢出来 Crow是补了一个杀人剑 FLEX开始也是踢出来的 他补了一个增幅法点 上路这边 ADD开始压制 主要也是因为戒指打野在上半区 现在自己作为一个 扛压经验丰富的选手 现在也是要我们撤一下 是的 中路攻击套 这边小段 13级就开始游走了 双方中单选手 中路对线的细节都非常好 这边是往野区 打了一个探浇果实 但是他不知道自己来的位置 过来的位置 是已经有眼被发现了 而且 春强哥这边 确实上路 对鳄鱼的熟练度也很高 像这种 一上来拿鳄鱼压瑞斯 刀的 其实 见的不多 对 FLEX成功主币 五分钟回两波 这波又回家 补留的增幅 怕点 常回家看看 每次回家都带一本书出来 是的 这也是因为ADD这边一直没有选择回家 身上是空蓝的 圣枪哥已经在上半区游泳了 资云已经变成一个深水恶了 这个其实是瑞兹一个比较尴尬的地方 前期没回家 他第一波掏不住增幅法点有了 他没有掏增幅法点 自己栏目不够 遗失的张级 遗失张级 其实这个我之前见有一些瑞兹是 就有他自己的一些路子的 比如前几天好像看比赛 有一个瑞兹是 他出门带的一个磨屏 然后点的腹系启笛 就 时间有去补计 还有一个饼干 这样的话 在线上的压制怎么会强一些 好像就是KARS吧 这一边 回蓝回蓝 这已经开始打龙回蓝了 这么 条件这么艰苦 这线上对面侠一直不放技能 自己只能打龙 让龙来打自己回蓝 这阿修罗 活得好辛苦啊 双方中路都已经到达六级 那这样的话 其实中路这个点 找机会的能力 对于双方大野来说都很强 那就看怎么动了 我感觉KARS 他这个大招不偷是有细节的 他如果 他如果就和对面硬挺的话 是一番死不了 如果说 就LNG抢来干 LNG他一定是有打野过来 那他现在不偷的话 他其实偷打野的大招 作用会更大 后面 勾到了 但是后续有打野啊 这波冠雪 小段这边有点着急了 一个一刻过来 封一下路 那后续 棋子是蹭到了助攻的 是的 因为棋子加了一下攻速 哎 这边 骚白 直接入侵了一下 红buff 这里 我好像是绕了一圈 没有选择动红 初美这边是拿了 红buff走了 初美这边已经到达一个六级了 下路对拼 其实不太理智啊 因为开始 河道和三角草 都是没有视野的 这波勾 感觉就是一个平常的换群 但是刚好又找到了机会 我们看河道和三角草都没适应 这波其实不太应该 金角拿了一个医血 金角回家之后是卡尔菲的战锤 加上一个十字枣 是的 这一波看一下 蓝色方 想要来看一下这个小龙的 小龙血量已经不是特别多了 库豪这边过来 同时 库豪这边身上带着一个阿卡利的大招 莱克斯也过来 那这样 这条小龙还是给到LNG拿下 LNG是抓了 比利比一个回程的时机 是的 下路两个都是回了 所以他是选择把龙给 这个是真的在上半区游泳啊 这已经游到对面野区去了 Frendo这个鳄鱼 但这边自己有点危险了 看一下 打开一个大招 直接打一套 库豪这里血下到半血 交一个闪现 不过自己又是被闪现EW 定住旁边Plex过来 交了第一段大招 看起来应该是没法击杀了吧 这边想要操作 但是没有办法 对方人太多了 这 这其实有一点难受 因为弗兰佐刚才是E出来的 他是E过了那个蓝buff坑 所以他是没有技能再去打下一波 而且ADD 这里ADD是非常果断 他直接EW 这一幕告诉我们什么 就是你常游野泳 总归是会枪着水的 对 在野区游泳 还是有点危险 这一波人头又是让ADD拿了 感觉前期LNG 这边ADD这边是没有蓝的 我们看一下 骚凤这边好像想吃肉 先给一个W 先打余震 这边回头再给一个大招 骚凤是找了一个时机 其实如果ADD第一时间不解除回程 他是有机会可以回去的 骚凤这边 野猪 下路补刀也是差不了特别多 但是由于上一波被抓了之后 现在LNG是打得稍微谨慎了一些 是的 但整体阵容来说 其实对LNG的进攻压力还是很大的 现在倒没有那么 现在鳄鱼只要还是一个正常发育 那到中期还可以打 鳄鱼不能崩 崩了到中期就是打团和编带都没有 就目前的场上局势来看 其实LNG在前期的节奏并不是特别好 但好在圣强哥这边 也是出乎意料 确实圣强哥这边对线对的很奇怪 这个人就很奇怪 ADD的瑞兹 确实第一把打台可以 但是他为什么会被鳄鱼 那是因为圣强哥特殊的对线技巧 感觉如果有第一视角的话 观众朋友可以去通过看一下 我们两个其实现在也是比较疑惑的 这上路可以压这么多刀 奇怪 因为第一把我们还看了ADD瑞兹 数量度还可以 对的 在野区这边是给Plex拿一个蓝buff 阿卡丽这个英雄还是挺失蓝buff 因为能量耗得很快 瑞兹和鳄鱼的故事 没想到在LNG这边是改写了一下 鳄鱼好像声音很大 不过刚才被打了闪现 ADD他是EW 我估计想出一口恶气 所以直接闪现EW 收了这个人 这边 又是胸一波 这波换血打得非常不错 骷髅这边血量比较低了 但是因为物交过了 他不敢进塔 而且他只要出雾的那一瞬间 骷髅是可以W回血 下路推完 这边又过来了 骷髅直接是Q技能过来 这样的话 ADD走不掉了 这边定一下 应该是 让人头 让给了弗兰索 现在只要鳄鱼飞起来 那LNG这边还好打 是的 刚才那波ADD 两个草来回走位 最多也是拖一下时间 那这样的话 峡谷先锋 看一下有没有想法 没有想法 因为他不知道皇子的位置 但其实现在对方上单 TP暂时还没有好 这个下午先锋 是可以尝试一下的 但主要到这边 我觉得主要是怕什么 他怕下路 这个心魔指引过来 因为下路一直推线 他不知道BDP 两个人在哪 这边也是上路 上路这边已经吃掉了 三层肚层啊 鳄鱼和瑞兹的故事 第二集 没想到 弗兰索写的写成这样 其实是不太应该的 因为这边鳄鱼的肚层 还是满了 这一幕咱们真的很少 很少见到 我能够想到的 唯一的解释这个问题的方法 就是ADD这边 我估计是开始 那一波ADD推线 因为打野在上半区 然后他推线过去 被弗兰索控了一波 他控了一波 才有这种可能 看一下 扫分这边 排一下视野 自己皮操肉厚 也不然这也太恐怖了 对线要20多刀 这挑战游戏理解 而且吃三层肚层啊 就他这边带的鱼阵 然后腹系那边 应该是带的一个巫术 所以说没有线上的回血机制 这样的话 跟鳄鱼打可能回血方面 要稍微差一些 西约尔这里是直接走路 走到了上半区来 如果BDP这波要打的话 是不太好打的 那上半区看自己的 峡谷前方拿的差不多了 阿修罗赶紧回到下路 这边侠也是偷摸着发育 自己是吃了塔皮的 这边是直接选择回城 没有选择往上路放 看一下这个下午前方 要怎么放吧 其实如果我觉得放的话 打开鳄鱼这条线 或者打开阿卡利这条线 都 阿卡利可以游走 鳄鱼可以去压瑞斯 对他可能觉得 给鳄鱼这条线的话 鳄鱼 他的一个整个成长曲线 不是特别转 看一下 哎呦 你想动 LNG不想放这条水龙 LNG过来 中路两个人的位置 骷髅稍微卡了一下 阿修罗这边是有进化的 我们看一下 星波这个位置 比较危险的 好在LNG不准备 持续进行追击了 因为上一波打完之后 ADD是交了TP上线的 这边LNG是拿到 本场比赛第二条龙 水龙又是拿下 是的 这样的话 水龙 侠滚先锋 全部拿下 ADD好急 好急 开打招来吃 吃打批 对直接开车带兵来吃掉上路伊塔的塔皮 因为这塔皮马上是可以吃到 但是这个塔皮快消失了 第二层应该是吃不到了 对 他自己的位置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危险 双方中路又是一直在换血 但是也换不出什么太多的结果 因为如果这个拉到 打出余阵 那PLEX就只能往后撤 是的 看一下这场比赛的塔皮 上单位置上 LNG是只有生枪哥 吃到了三层 而且是独吃三层 500块 另一边的话 金角是下路 也是独吃三层 是的 造反的位置应该是被发现 这里开始应该是聘了眼位的 因为这个眼被A了一下 那应该是LNG这里有人知道 想了一下 看到有人在打篮buff 想来整一下 但是发现人有点多 算了算了 这样的话 这个篮也是 让库尔拿下 抢不了 上步又压过来 想要动瑞茨 瑞茨不过有闪现的 医学塔是有点难了 而且瑞茨能走掉吗 看一下WG能先减速 好在后面有人 这边医学塔 是直接让LNG拿下来 上野分吃 中路Plex也是支援过来的 所以刚才这一波才感觉 因为 刚才是BDB刚打完蓝buff 附近肯定是有人的 不过LNG中单支援过来也不怕 你觉不觉得刚才第一时间 如果骚翻直接甩大的话 其实能逼个闪子 就杀应该是杀不了 因为这边不讲血 但是闪现应该是可以逼的 但 确实也就只能逼一个闪现 对 感觉他还想用这个闪现 做更多的事情 就用这个大招和闪现 做更多的事情 放中路 因为上路他已经拿掉了 这样的话来比一波中 确实 LNG一波转 这一波变速是直接把下路双 嘴也掉了过来 而且库鲁这边是有点危险的 我们看一下鳄鱼也来到了中路 但这波也就撞这一头了 库鲁这边倾线的速度很快 溜了溜了 是的 这场比赛应该说 库鲁的状态比上场比赛好了一些 对线非常稳定 而且也是给到了团队一定的帮助 西伯尔回家 掏了一个暴风大剑 这就两边一地的差别 因为一边是吃了塔皮一边是没吃的 是的 阿卡利来到下路 这边是和塞拉斯继续对线 双方要进行一个推兵线的游戏了 但是我们都知道推兵线的游戏 一般来说都是西伯尔占优的 是的 看一下经济对比 其实这边 红侧方应该说上半区的优势是比较大的 而蓝侧方的优势主要集中在AD这个位置上 AD因为是吃了一个一血 并且下路吃了三层塔皮 是的 但现在经济上来看 还是LG这边 小领先一点点 中路又是推一波线 现在双方又是回到了推线的游戏 你推一波我推一波 还好 霞这个英雄推线也很快 所以每次推完兵线之后 阿修罗也不能跟着 就不能跟着其他人一起进野区 因为对面推完线之后也会过来 川普他野区碰撞的还真不好说 可是偷了一个珠美的大招 下条土龙 土龙两边都还蛮需要 BDB可能没有那么需要 因为BDB打龙还挺快的 他比有个瑞斯 他来正面打的话 打龙速度会非常快 LNG这边是需要 LNG这边打龙纠级迈 看一下这边 国豪已经过来了 想找机会 但是PLAX这边是非常非常 其实很难 他除非动到 不然PLAX有一技能有大招 大招有两段 还有闪现是很难杀的 是的 但是这个就不一定 这个有点笨 这个有点笨重 双方互相排轮掩位 钦线 钦线能力西娃尔还是变态 靠这个吃饭的吗 对 钦线能力是西娃尔的命根子 下路再推一波 开始做野区视野了 BB很明显是想要这条龙 所以他提前已经布置了很多的视野 这场比赛其实来到这个时间 就已经是LNT这个阵容的一个优势期了 看一下LNT这边 假装不知道 忽然打断 弯掉了 Crew这边很危险 而且他这里有点难 这里勾 是勾出一个闪现 这一波好不畏作的视野 因为这一波的交闪现 感觉BBBB可能接不了这一波了 但Suffin Suffin啥意思 你帮唱吧 我登场 Suffin这 想动红buff 但是对面刚回 不代表对面野区就没人的 心脚这里非常稳 把红buff拉到一个考F6的位置再拿下 感觉Suffin这场比赛的大招 是真的用的稀大如金 一直不舍得用 其实刚才那波感觉 如果能跟大招 就他那个兵不要破 然后直接跟大招 再跟上太坦控制 Crew这边是有机会杀的 好 LNT选择控下本场比赛 第三条龙是一条土龙 但BBBB也没有那么亏 因为他们打龙快 而且他们上路在带线 现在让ADD不发育 对于BB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本身来说这个阵容 其实拖到后面 就算是掉两条小龙 也是可以接受的 下一波得看BB 会不会犯失误了 因为下一条还是土龙 下一条BB是必须得绝命一波 如果不绝命一波 自己这个阵容可能就会有点难受了 但下一条龙的时间点 其实RNT的优势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说还是看标记 这边怎么选择吧 这边如果说想要打的话 一定要正面技能 或者说装备上 有一定的优势才好打 不然这么 胜强哥这边逃生 非常精彩 他其实完全不慌的 他是知道自己游闪有大 而且还有两段椅 所以他可以等了一下 而且库鲁和这边 国豪的伤害 确实也没有那么高 我胜强哥好狠 直接劈出来了 谁打我 人在哪 怎么少了一个 不打了不打了 6 在野区 想要来动一下心魔 心魔这里 被勾到了 极限距离 这给了一个大招 他秒嘲讽 打出一个余阵 自己身上 被挂了一个点燃 被定原地人 都是扫本拿了下来 而且金脚这边 刚才也是没有办法 给到输出 其实也是好演员 都是一群好演员 他每次走这个地方 我假装这里没演 走过来的时候 忽然放一个技能 而且小段那个勾子 其实挺邪门的 讲道理应该是勾不到 但是没想到 在最远距离勾到了 现在BB好像有点残射 但这球的节奏 其实 先靠墙 假装来这边坐眼 一勾 极限距离 感觉是勾到了 这个加利奥的翅膀 金脚这里 想来想算了 看到了侧面的阿卡利 也没有太多办法 开始好像是金脚 开治疗 在中路拼了一波 拼掉阿修罗一个大招 他中路又是没治疗的 所以刚才没有给 没有给自己辅住 是的 这里想要动一下EDD 金脚这边的无尽 是已经出来了 我们看一下双方AD 都是有一个两件套 金脚这边装备略好一点点 毕竟有人头进账 是的 现在KI上校 又是28开了 在第一把28开的时候 是发生了神奇的事情 不知道这一把 会是一个怎样的情况 虽然说LNG这个阵容 确实是中期优势 但是胜率也 我觉得73 或者6.5比3.5差不多 我觉得6.5比3.5最多了 就不是这么给的 这个 当然他也有考 也有可能考虑到了 辅助调了一个秒表 中期也是交了闪 这边直接盖 我们看一下 不好这边大招盖的还可以 但是阿修罗是交了一个进化的 回头是要打一下 回头拉了 拉了一个倒沟 阿修罗好像是觉得 自己进化是个治疗 他直接摁掉了 是的 而且星魔又被打了一个闪现 得 这一波打完 好像LNG又可以空一条龙 这条土龙再空下来 LNG 感觉他的正面 就可以一直平推过去了 打个大龙 然后可以平推 这两波逼逼逼逼 国豪这波上是完全没必要的 运行 阿修罗是不是闪现的 他是想逼一下对方的技能 但是其实这种开团 是完全不可能让 阿修罗这边交技能的 因为他们这边跟输输的人 如果要跟上 第一时间 要么加料给大招 要么就是 库罗他 偷阿凯利大招进场 只有这种 就上一波阿修罗 其实是个 我们看一下这波 这波好像想要动 ADD这边后面人也很多 并住了 圣强哥 圣强哥这边好像是没有闪现的 那这波 应该是有一点点难走了 交两段E 这里看一下能不能走 闪现EW 哇 这里 好气 只怕你来得去不得 这边是让 新魔拿下来人头 但还是那个问题 这波拿的 很干 赚嘛 对 很干 因为辅助拿的人头 而且 这波又是让ADD交闪现的 那下一波 ADD如果被抓 并且如果下路 又是有什么事情 或者说要来动一下 这个龙的话 B就没有那么好打 看一下 骚分这边是流到了新魔 但是 队友也是 人不全 所以说这波 没有什么太多的动作 我们可以看到 这 一个BO3 第一场比赛 和这场比赛 BLG整体来说 他们正面防的是 算是比较不错的 而且有几波 比较漂亮的反打 RNG这边是 有点无从下口的感觉 就算这个时候 确实他们正面优势很大 包括经济方面也有优势 但是除了控龙 和击杀一些单个的人头之外 没有什么太多 打开节奏的 大招什么时候 他已经掏了青龙音乐刀 等他大招好的那一刻 BB正面团就接不了了 这波BLG是想要接这波团的 双TP亮下来 同时瑞兹这边装备也还可以 不然多刚才是放了大招 不过大招快好了 这波如果接正面 BB不一定能接过 是的 他得注意一下自己的瑞兹 和自己的辅助 都是没有闪现的 这波先站住眼位 哭哭这边 是偷了一个 鱼绕后了 这里 看一下直接流 流到一个加里奥 加里奥自己打出一个鱼 这还挺肉的 但正面这里 好像是流到一个ADD ADD还是没有闪现 不过自己打出一个鱼 这还是比较肉 看一下后面这一波 打到正面的时候 自己是已经正望了三个人 LNG的阵容是只能往后撤 展现躲掉一个EQ 不过三分之内 看一下能不能走 高分这边被减速了 有点难走 看下下个EQ 还没有好战 排车要过来 怎么说 这波还能流吗 这边打一下 阿修罗的伤害非常的高 这一波正面 LNG 绕后绕嘴有点失误 这波如果是正面去开的话 其实真的很好打的 是的 刚才那波绕后 其实金角放完大招 正好落地是要落在 盛强哥的脚底下的 但是金角下来 发现事情不对 交闪现过强 盛强哥这边 而且真的LNG 刚才这一波 他打的时候 第一波技能 全部交在星伯身上 星伯他是秒开一个 朝鲁打出余震的 再看一下这波 这波金角交大招 躲掉太坦的大招 然后盛强哥这边 再蹲金角段 金角闪现过强 然后盛强哥 基本上两秒钟时间 是没有输出的 再进场又被加了击飞 反而这么一打 在刚才那个金角 闪现交出去之后 反而是LNG的 一个阵容脱节 这一波如果是在正面 可能会豪达很多 是的 但是对于LNG来说 比赛还没结束 因为这波打完 他们中塔也是 退掉了 他也是退掉 哔哩哔哩的中塔 就还可以接受 双方来到 接近26分钟 这边想要动吗 这边动一下 动到是一个黄祖 看出一个小鬼是扳甲 但自己悬下的也很快 鳄鱼这一行 抗舞台主 直接被金角给收掉了 而且阿修罗 开了一个大招 还是最后一丝血 给了一个W的盾 最终还是被Plex给收掉了 但Plex也被秒超讽 这样他最后一丝血 人头是让这边的酷肉拿下 阿修罗这边也被定到 剩下一点点血量 W1Q也被收掉 那这样的话 正面LNG又开得不是特别好 是的 被击杀了四元大将 但标记这边 剩下一个打野 大龙应该是没办法的 ADD这边是阻隔一下 猪妹的位置 扫分这边也很难受 这波想整一下ADD 因为如果不整ADD的话 这个龙是没有办法抢的 看一下这下有冰冰中 海套但是杀了一个盾 大龙已经消失了 他们这里能不能走掉 海套最后一丝血量 这个Q 极限 哇 他们是躲掉了 ADD这里也是怕人追自己 所以直接开车走 但是他的AD好像心就更大一点 选择了 快来打了一个红Buff 这波打完之后 BB的经济 已经反超并且是领先了三四千 看看刚才这一波 每一次开的人都不是特别关键 他每次要不开到黄子 是黄子有十样鬼 是板甲 是的 我刚才还刚想说 就黄子这边十样鬼板甲出来了 那这样的话 黄子这个点位 其实在团战中 他的生存环境是好很多的 而且这波我们也可以明显看到 就安静罗这边 他的输入环境并不是特别好 WQ WQ 这也是瑞兹的一个常规的刷盾连招 打完这一波BB上单是有 上单是有一个大龙Buff 这个应该会大于场均的平局 难局之力 是的 而且局面来到这种情况的话 应该可以说留给RNG的时间 并不是特别多了 这场比赛 阿修罗现在他装备不够好 他必须得要有火炮 还有一个穿甲 才能够打中这个防御 但是这个时候 如果再往后拖的话 LNG的阵容已经开始 走下破路了 对 中期最强的那几波 BB都避得特别好 是的 没打好 或者说是LNG自己打的有点问题 细节方面吧 处理的不够好 现在又是进行两路带线 这一波因为瑞兹有大龙Buff 所以处理好 应该是可以破一路半 刀本这里被发现了 直接W嘲讽 又是拉一个倒戈 扫分这里有点脆 扛不住伤害 在Q过强的那一瞬间 是被金教给收了下来 而且金教为了求稳 他还是交了一个水平时代 其实现在LNG 就明显有一点乱了 因为我刚才看到 扫分被抓那一幕的时候 我是觉得 这个是我比较熟悉的 就是上个赛季的LNG 可能在比赛中 陷入烈势的时候 会出现的一种状况 很明显这个时候 如果出去打野怪 外面的视野也很好 这边直接甩大招 阿修罗这边被减速 那这样的话 这个防御塔也没有办法守 而且中路 这边应该高地水晶也是高破 现在应该是平不了了 这里 倒扣到 同时 如果是偷一个太坦的大招 被偷掉 这样的话 在正面 圣强哥这个点 想要发挥出自己的作用 就更加的困难 再来推下路 这一波 竹梅也出来了 这一路如果被迫 LNG就几乎完全没有机会 对 再不打就真的没梗了 看一下 这场比赛 LNG到底要怎么决策 现在自己的战绩 是一个不自占全胜 但BDB想了一下 他不打了 他忽然在中路带线 让ADD做一个小兵指挥官 而且下路这里 咱火炮上去A一下 A一下 现在很难受 LNG现在是没法防守 亲线能力虽然需要很强 但是也开不起来 下路也是要告破 现在30多秒的一个大龙buff LNG是 已经被迫两路 BDB选择往后撤 控完小龙之后 应该是可以直接回城 直接回 这样的话 这场比赛 可能相对于LNG来说 机会不大了 这被迫两路可太难受了 主要是被迫两路 待会他出来争什么大龙buff之类的时候 有可能要被TP偷家 这就回来 ADD 咱回来 活动他干 这队友都已经回成补装备了 自己就 把打小龙这种事情给做了 而且还更供了一下时间 如果是在30分钟之前打的话 还会刷掉小龙 但是这个30分钟之后打的话 下条就直接是炎骨龙 这边是431的男爵之力 就是这个收益就算比较高的了 算是那种前期没推塔 然后拿了男爵buff之后 推的比较正常 在中路继续清线 这里 再把兵线给清掉 但是这被迫两路啊 鳄鱼清超级兵又不快 直接盖下阿修罗 阿修罗 走不掉啊 有闪现 怎么选择回身选择反打 出上去逼一下技能 但是阿修罗很稳 他是没有交 由于后续的输出标记 这边也没有选择跟嘛 所以说阿修罗还是把技能留了一下 开车直接带人 来到上路处理兵线 那这样的话 这边也不是说要等什么大龙buff了 直接通过中下两路的超级兵 来逼你的高地 标记也很清楚 几方这个阵容 在这个时间点拿到这种装备之后 其实已经来到一个优势了 所以说这条大龙可等可不等 至少要把兵线压力给到艾文姬这边 但是正面 现在弗兰朵的兵线是已经处理到河道 然后他如果现在回去打团的话 正面是可以试一下的 毕竟现在没有兵线压力 但是他想了想正面 既然阿塔掉了 对面不退高地 那我还是继续回下路程 大龙这边 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就要刷新了 本下弗兰朵这边 应该带完这部兵线 就要往中路去赶了 这边带完 下路瑞兹是过去带线 这一波ADD是有秒表的 他如果来正面 第一波打团的话 自己是不会死 他这个血量有3000 因为他每一件装备都是有血量 就除了这个大天使之外 这个装备是纠极稳的装备 尤其是配合上余阵 基本是让对方只要核心在位 不能A到他 那这样就没有人能打得动他 再轻一轮线 这一波大龙团 就是LNG的生死团了 因为大龙团打完之后 很有可能要被破三路 那这波比较要注意的是 库鲁这个点 如果说偷到泰坦大招的话 那这波团LNG的机会就 少之又少 看一下能不能控制一下 库鲁这个点偷到的大招 这边一扣直接选择开团了 阿修罗这边被逼交出闪现 同时加了这边 正面游戏有点脱节 我们看一下后面去切的 这个阿卡利 Flex是已经被尽叫给收了下来 正面战场其实也是有点难打 弗兰朵这里看能不能走 这里开了一个车 过去要留后面的人 弗兰朵是打了一个 撑着甲在原地被嘲讽到 这边应该是 交了一个闪现 ATD这边被秒掉了 同时 Flex到这边过来 也是被对方 但是没人管得住这个库鲁 库鲁又是一个异己能 拉中了Saufen Saufen这里好像也不是特别好走 定一下 在原地又被Q进了 收下一个双杀 借助中路的兵线 这边兵线已经到梅亚塔了 我们可以恭喜 比利比获得比赛的成立 是的 这场比赛 比利比利真的是像第一局一样 稳得非常非常不错 比利比对自己的阵容太了解了 他知道什么时候该打 什么时候不该打 虽然LNG一直找机会 但是比利比的B战 实在做得太好了 我们恭喜比利比 达到了一个三个二的战绩 同时也是送给了LNG 下几代的首败 是的 这场比赛 确实比利比利打得非常的稳健 没有露出基本上 没有露出任何的失误给了对方 而且这一场 这两场其实也看得出来 金角的状态是恢复了特别多的 但是没有像之前那样 自己不敢打出输 或者说是一直 他现在拿到自己 没有那么熟的英雄之后 打的效果也非常好 是的